各位同學,我們看看DNC Physics,2014年第14節 Transverse wave travel towards the left 在左手邊,這裡畫了 On the long string,Pkrs sets the particles on the string Reach of following statement correctly describes her motion 先看看,第一,P is moving upwards P是否在向上翼 我們如何偏判完這個particle 它是向上移動還是向下移動呢? 這也是一個正常的做法 先找它們向哪邊travel 現在是向左travel 我們畫下,下一刻的wave會去哪裏 你可以畫虛線油單或實線油單無所謂 其實我們畫下,下一刻的wave會呈現什麼樣子 這個就是因為我們在說向左手邊移動 即是我們會看到這個wave的形狀會向左手邊移動 好,這樣移動過去了 移動過去了 移動過去了,而我們知道在wave上每一粒particle 其實它都不會移動過去 它只是在自己的position 去oscillate 在自己的position 所以 P這粒particle不會移動過去前邊 即是不會移動過去左手邊 它只會在這裏上下oscillate 現在很明顯,如果我們的形狀要移動過去這個樣子 其實就是p 接下來它就應該會移動去上邊 雖然接下來移動去上邊 那就是這一刻 它是向上用 所以p moving upwards 這句就正確了 第二句,q和s moving in opposite direction 我們找回q在這裏 我們根據下一刻這個形狀 即是q這一刻應該向下動 而s s它都是向下動的 它在去越來越底的位置 即是q和s在同一個方向向下動 所以不是opposite 所以第二句就錯了 第三句,r is momentary at rest 是一個transverse ray transverse ray r是在這個equilibrium的位置 equilibrium是否at rest 那就不是 equilibrium是它的displacement 是零的時候 displacement是零的時候 但是它的v speed或者velocity 其實是maximum的時候 所以其實在這一刻 是不是at rest 絕對不是 因為它是會動的 在什麼時候才會at rest 其實在這些 crash和truth的位置 他們去到最高點 或者最低點的時候 他們的displacement 是maximum的時候 即是去到emperature的時候 去到emperature的時候 那它的v就是 在這一刻 ok 雖然是maximum的話 這個不是 所以答案就是 1only Vila